万象世界纷繁变化 是简单还是复杂 是黑暗还是明朗 谁对谁错 谁在乎 欢迎来到小冬有话说 在乎的人一起聊聊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请点赞和分享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小冬有话说 几天不见 十分想念各位 不知大家是否安好 小冬在这里给大家请安了 说一下我最近在做的一些事情 然后主题就叫做 不争气的国家 给国民带来的生活成本 最近在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家里有两个小朋友 一个小朋友是一岁半 一个小朋友是七个月 不是不只是我自己的 我家自己的孩子是一岁半 然后妹妹家的孩子是七个月 然后呢最近在准备去香港 去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 我家小宝要做旅行证的更换了 所以要去香港的外伴 去做这个旅行证的更换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要做疫苗 大家都知道最近 之前我的节目里也有提过 最近出的那些疫苗的事情 以及同样的事情 在一三年的时候 就已经爆出过来一次 然后而且同样的公司 在一三年的时候 就已经设施了 这次依然坦荡的 在这里为我们做一些事情 而且现在的处理方式 是打验鼠 谁出头打谁 然后剩下的别人不管 内部消化 批民无所谓 你们知道一部分就好 安慰一下你们的情绪就好 剩下的你们也不需要知道 然后我们来自己内部处理 然后内部的利益 内部自己分化 跟你们没什么关系 好吧 第一剩下的另外一个是 要做买保险 然后国内的保险 大家都知道人民币 现在通货膨胀压力比较大 然后贬值的压力也比较大 所以去卖一个以美元计价的保险 或者是对自己 或者对家人 都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态度吧 这现在做的就是这三项 在准备月底的旅行 然后呢 一边做这个 一边自己有一些情绪化 就在于 就在于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件事情 我总是无法回答这样的事情 因为的确是很痛苦 在一边做这样的事情 觉得不是特别困难 但是又在想说 为什么我身边 无法给我提供这样类似的服务 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这么大一个大国 然后对于我这样的一个普通人来说 就都无法提供这样让人安心的服务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去去香港 然后这么一个最尔小岛上能够给我提供来这样的服务 然后让我还觉得很安心 同时包括什么日本的买日本的产品啊 买韩国的产品啊 买美国的产品 欧洲的产品 基本的都有一个条件就在于说 你可能是盲信 但是盲信总有盲信的原因 因为在于很长时间大众的评价和积累 或者是信息的传播都在于说 对方的产品和服务要OK 要值得信赖 我们这里骗子多 我们这里值得被怀疑的东西太多了 这是最核心的问题 现在无法解决 因为这些东西就我说的这三样事情 就是我对于这种问题的反应 同时也是给我带来的一些生活上的成本 因为人本身生活 如果是假如说我们回归到200年前300年前 如果说大家比较隔绝的话 那么你就遇上这样的事情 那是你的不幸 你可能你能做的就是隐居山林 或者是说在这个泥脑里去打拼 但是如果是现在这个样子的话 那不好意思 我们还可以用脚去投票 幸好现在还能够用脚去投票 我实在是想不出说具体的要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 我真的没有必要去选择把自己的生命垫在这里面 去等待某些人的成长 而且很有可能你等待的那一群人 他们并不值得你等待 他们很有可能不值得你等待 所以我听过一句哲人说的话 是能照顾好自己 就其实已经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了 因为你没有给这个建设做拖后腿 你没有作恶 也没有拖后腿 这已经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了 当然说是有些人会做积极的贡献 那我们为他们鼓掌 但是当我们没有做没有什么条件去做积极的贡献的时候 那么我们尽量去做到 我不为这个社会拖后腿 我不为这个社会化一些负面的影响 这就是我能做的 但是我并不喜欢现在这样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挺糟糕的 我不愿意去批评说 这个国家到底有这样的不好 那样的不好 愿意批评是因为你可能还爱得深沉 如果你要是特别冷漠的话 对他是死是活 是福是祸 并不是很关心的话 那么那就意味着你跟他的缘分已经结束了 我对他的缘分我觉得快结束了 消磨是慢慢来的 一层一层拨开 然后去消磨你的内心 这对一个从小接受这样红色教育的人来说 其实还是蛮痛苦的 内心里有这种民族主义情节的人来说 其实也是很痛苦的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实 能够把这些根深蒂固的理念给扭曲 掰正呢 这个现实好骨感 理想再丰满 太丰满 没有意义 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这就是我想说的 谢谢大家